2018年现在已经刚刚过去 然后你觉得2018年你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 其实我最大的收获是 我觉得是通过18年努力的训练 然后在技术上面就是成长了很多 心态上面也更成熟了 然后也得到了UFC的认可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然后这是我觉得是最大的收获 2019年你有什么特别想 想去完成或者想去收获的东西吗 2019年我刚第一个我最想完成的 就是拿下来3月3号的比赛 然后后面要完成的就是 希望拿下比赛以后早点打冠军赛 OK 现在你忙要已经开始备战了吗 能跟我们说一下你现在备战已经到什么阶段 然后过年的话你是怎么计划的 现在备战很紧凑 时间安排非常满 然后所有的教练也都非常紧张 然后给我安排了我的就是训练计划 然后也一直都按着这个训练计划在备战 然后过年期间我肯定就回不了家了 然后就在北京过 然后但是我父母会来北京 陪我过个年 然后但是过年期间教练也都不会再休息 然后我也不会休息 肯定还是在训练 对然后等到比赛完可能可以调整几天 嗯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USA 关注中国MMA运动员 关注张伟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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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